相传千百年来,无数人终棋一生,也无法下完这个棋,此物名为孔明棋,是诸葛亮小时候天天玩的一款棋,玩法非常有趣,不需要与人对异,规则是只能横向或者纵向移动,不能斜跳移动,每跳一步便可吃掉跳过的那枚棋子,棋子走到最后必须只剩一颗,并且落在棋盘正中间才算成功。 孔明棋的解法有很多种,可以不同地开局,看似简单的规则,但是棋中的变化却是数之不尽,有些人走完这盘棋,会剩六颗,七颗,甚至八颗棋子,有些人会剩两到三颗棋子,但要下到最后只剩一颗并在正中央,就需要合理地布局,认真的考量,沉着冷静,甚至诱慎,走一步,看十步。 这款棋,非常适合当今儿童,青少年以及老年人,活跃大脑,增强人的思维能力,还能够提高注意力和耐心,同时也有助于培养人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。 咱们老祖宗的智慧,传统文化,任众而道远。